衛生局擴大高雄市內冰店的茶器 是因為日前 高雄六合路冰店老店 讓四十四位客人食物重度就醫 這間冰店在去年 曾經入選市府的推薦名單 國民黨議員白喬英 臉書發文批評 陳其邁要叫大家去吃一間 有問題的冰店 引發市府不滿 觀察局他們是有說 當初就有會同衛生局 一起去做機查去做檢驗 但是為什麼機查過後 檢驗過後還是問題一大堆呢 難道是衛生局賭職嗎 還是你觀光局說謊呢 陳其邁自己只能二選一 市府新聞局一早就發新聞稿 反批議員有失公允 涉嫌散佈不實消息 而這一次出包的新豐冰店 是三十七年的老店 去年參加市府辦的活動 今年並沒有報名 衛生局自18日起 啟動轄內冰店專案機查 今日持續派員執行無預警查檢工作 這一次在衛生局的機查中 查出是八寶兵配料中有問題 被發現有沙門感氏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仙人掌感菌和大腸感菌四種菌體 四十四位的受害者當中 還有小孩急性勝衰竭 冰店業者出面鞠躬道歉 誠懇的 抱歉 陸陸續續還有網友表示 疑似也是吃了新豐冰店的冰品 上吐下瀉 四十四人名單有可能會在網上增加 這一次是去年的老店出包 今年的活動不受影響 事務表示會更嚴格的多處參與的活動店家 注意整體的衛生 確保冰品安全 三天宣通圈和盛鋒 高雄